地面上有一條明顯的裂縫 監視器畫面搖晃一下 緊接著店家門口水泥塊突然塌陷 呈現V字形的坍塌 上方兩輛機車也跟著掉了下去 不是天坑 是水溝蓋垮了 怪獸已經來到現場 坍塌的地點在雲林斗六文化路上 一間房屋重建門口 上午九點多突然塌陷 還好只有兩輛機車輕微受損 水溝上的水泥塊秒變V字形 房仲說三年前租房子之前勾蓋就曾經二次鋪設 現場看來坦塌的範圍 和旁邊鄰居明顯分隔開來 從斷面處看到底下有裸露的鋼筋 工作派出廠商前往處理 攤塌處底下是水利溝渠深度超過一公尺 上方溝蓋加封了水泥 當時攤塌的時候也壓斷了自來水管線 水公司很快派員前往修復 地面部分還需要時間 目前圍起了三角錐警示 房屋中介同一排民宅有十多戶 長度大約有七十公尺 屋前都是水利溝加蓋 工所研判是時間太久 結構已經不夠牢固 造成塌陷 要全面盤點 整修強化 TBS新聞張崇敏 吳淑屏 雲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